在豆瓣上看到这么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话题 这是一个男网友他提出来的话题 他说的是呢 他认为重男轻女对女性有利好因素 这个证据是在过去极度重男轻女农村 这个到了现在呢 这个女性可任意挑选男性 因为老光棍太多了 很多二婚女带着孩子呀 还有老光棍们呢 从来没结果分的老光棍排着大队的来相亲 这个男网友的逻辑是 体力在经济生产中的重要性 和女性生育养育的付出 导致社会文化中的重男轻女思想 叠加以前的生育政策 导致女性比例偏低 现在呢就无以稀为贵 因此呢这个担心女性呢 价值较高 女性的选择权变大了 对男性的提高要求了 容忍度变低了 而男性呢长期的重男轻女思想啊 不能和现实的这个单身女性的价值提高 相适应 导致啊 这个存在大量的这个单身男性啊 是没有这个女性来匹配的啊 这就无法形成婚姻这个交易 他认为这个婚姻是个交易啊 他说单身女性一旦结婚 流动性所死 价值就降低了 补充一下 在未来某个时间 重女性男 女性比例变高 男性比例变低啊 男性稀缺啊 则单个男性的价值变大 哈哈 哎呦这个这个 这个男网友的这个逻辑啊 全逻辑啊 给大家驳斥一下吧 为什么这个男网友真的是特别可笑啊 傻逼逻辑 这男网友说啊 黑人被录取分数低啊 这岗位要求有低 福利代价高啊 这个照顾一下情绪啊 照顾一下黑人的情绪 总该是有一些利好吧 他用黑人啊 在美国的这个待遇 来类别女性 在中国的这个待遇 然后就女网友驳斥了 利航啊 人家施舍一点 这个营头小力就感恩戴德了 美利国只是口头上尊重黑人 实际上啊 黑人依旧在底层 你看看之前啊 被警察跪死的那一位 更不要说啊 平民区80%都是黑人了 而且黑人呢 从小啊 就没有教育公平啊 上不了那些好学校 能有资格呀 参加考试呢 那只是极小的一部分 黑人精英 美利国呀 给一小部分黑人利好呢 不过是表面功夫 用来掩盖啊 他种族歧视的内涵 这个重男性女 也是一个道理啊 男的站在施舍者的角度 给你点酥啥淡饭 他们自己就在那儿 大鱼大肉 这能叫 对女性的优待吗 还有这个女网友说 物以稀为贵 这不是跟男网友说 物以稀为贵 女网友说 物以稀为贵 那么物为什么会稀啊 因为性别筛选 让为数不少的几千万的女性 连出生的机会都没有 就先行死去了 活下来的绝大部分 也没有财产继承权和惯性权 甚至连受教育权都没有 继续被哥哥被姐姐 被重男亲女的父母剥削 卖出去后 被要求一看二胎三胎 继续性别筛选生儿子 成为家庭妇女 失去社会的这个话语权 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剧 然后还有的女网友说 被当作弱者照顾 并没有什么好处 如果可以选 谁不想做强者呢 这个之前啊 有一个学区 美国学区改革的事啊 这个比较贫困的家庭 可以不用完成 需要相关设备 才能完成的作业 看起来这些小孩的这个作业 好像是变轻了是吧 实际上呢 妥妥的歧视啊 用人单位也不愿意 要这样的人呢 对不对 再加上古代的男女比例啊 这个 这个男网友又开始这个狡辩 他说啊 这个是因为重男性女 导致女性比例变低 然后这个女性选择权就变大啊 然后女网友就驳斥这个观点 说 古代男女比例啊 高到离谱了 可是女人的地位也低到离谱了 女人少又怎么样呢 点七不就行了吗 哪来的物以稀为怪 点七啊 就是一个女人呢 被租借 被点到 从这个男人的家庭流转到另一个男人的家庭 就是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女人多吃啊 一个女人多少个男人来吃 然后还有的女网友 驳斥这个男网友说啊 这个女性可以选什么呢 选哪个彩礼高 在重男轻女的地区 表面上女性可以选择配偶 实际上选择不 选择权不在她身上 而是在吸食她骨血的家庭中 这个女性啊 指不定啊 都不能离开农村 这叫什么选择呀 如果她是女童 她能选个女性伴侣吗 如果她不想生育 她能选择不生育吗 选择ABCD叫选择 但是被逼着只能选A 那就不叫选择 对不对 还有啊 这个现在啊 就是还有女网友说啊 现在啊 就是男多女少啊 这个女性利好在哪里呢 男多女少啊 仍然是这个男人录取分数低啊 岗位要求低 待遇要求 待遇福利待遇都比女性高 啊 舆论还要照顾男人的情绪 啊 跟女性追个星就要被清了 男人呢 在EDG啊 胜利后做出各种荒谬 下流 无耻的行为 啊 也不过是轻飘飘的一句啊 这当然是不对的 一定要分清啊 这个女性啊 在婚恋市场上的这个溢价能力 和社会地位之间的差别 女性啊 在繁殖上的这个溢价能力呢 一直高于男人 明星时代啊 在无战乱消耗 啊 这个 这个 没有战乱啊 这些男人就过剩了嘛 啊 男多女少的情况啊 比现在是有过之无比级的啊 这个1749年到1909年 160年间呢 14岁到50岁的人口中啊 男比女啊 是130比100啊 就13个男人 有只有10个女人啊 这一点都不妨碍男人吃女人啊 啊 女人在婚家 婚恋市场上的溢价能力再高 也不过是被当成物品卖来卖去啊 说到底啊 也只是妇权和妇权的博弈 啊 而被当作物品交易的女性呢 最多也只是被当成这个宠物圈养起来 而且呢 这个女性数量少啊 会导致大量的男人呢 盘踞在社会的各个岗位上 啊 女性呢 就很难在行业里啊 取得话语权 啊 最后的结果啊 就是一部分女性啊 被赶回家庭 啊 另一部分留在职场上的这个女性呢 被男人呢 抱团排挤 啊 如此一来啊 女性获得的社会资源就会变少 啊 就没有要求 这个社会改变不利于自己的这种状况 啊 她没有话语权 她也没有决策权 她也没有立法权 对不对 然后这个女性呢 这样的话呢 女性的获得的那个社会资源 那就更加少了 是吧 啊 就没有要求啊 社会改变不利于自己的规则的能力 啊 反之呢 女多男少 你才能争夺在更多资源之后 要求啊 男权向这个女人让步 啊 一战之后啊 和二战之后啊 这个男人那么少 女人那么多啊 才能为女性带来了这个 女性地位提高的这种证明影响的例子 但是呢 我要说一个反例 我就看 这女网友这么说啊 比如说我公公婆婆吧 我公公家庭呢 来自那种农村的赤贫的贫固农家庭 而且她家呢 是世代是男性只有1米6的身高 女性只有1米4的身高 就是矮子找矮子 就这种组合 就是这种诸如家庭的这种基因 而且还是赤贫 家里农村啊 是光着脚的 她在那个一战后啊 和他们家啊 就二战之前啊 他们家都是光着脚的 她小时候就光着脚 光着脚长大的 然后呢 她还在农村呢 因为她二战之后啊 就是男人不是少吗 就是像我公公那样的 就这种条件的男人 在他们村里都有女的来抢 她加上她再会一点 那个拉带手风琴 会调情啊 会撩骚啊 然后会这个说几句幽默的俏皮话啊 就特别受欢迎啊 然后她就搞大了他们同村的一个姑娘的肚子 他们也没结婚也没领结婚症 就那么就就就平居啊 生了一个女儿 然后呢 这个姑姑呢 还仍然是招风引蝶啊 水性洋花 仍然出去搞破鞋 三番五四的让这个前女友给发现 然后你前女友就不干了 就开始吵她了 闹她了 然后她呢 就以这个女人太闹了 没借口 她说她对我馋 对我骂我 她骂我 她对我 我这个姑姑对我说的 这个他们分手的借口就是 她骂我 我说人家为什么骂你啊 是不是因为你干错了事啊 做错了事啊 才骂你啊 你搞破鞋 难道不骂你吗 我能换成我还要打你呢 然后这个 姑姑呢 就跑到这个城里 她就学了这种 修水管的这种手艺 跑到城里 二战之后啊 就是整个欧洲啊 都没有什么男人了 她呢 她就是 这是老虎不在家 猴子成霸王 要按理说呢 欧洲男人长得还行啊 不是那么丑 但是她是一个另类 又丑又矮 结果呢 她就 我这个婆婆呢 是在另外一个国家啊 是某个民族的后裔 就是我二战战败的那个 国家的后裔啊 这个民族的后裔 然后呢 就被赶回到 这个国家来了 然后呢 她就从小就没爹 她的爹呢 死在了前苏联的战场上 她爹是哪个族裔的 这就不说了啊 然后呢 这个她呢 我这个婆婆啊 就一直是被这个寡妇妈带大的 结果我这婆婆18岁啊 就傻了吧唧的 就被这个老骗子 29岁的 二手货 还有孩子 在乡下有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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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还判这个 这个破鞋 老破鞋 必须要给她的私生女 每月上交 25%的这个工资收入 你说我婆婆呢 这个工资呢 肯定还比她高一些 因为我婆婆还算是个白领吧 当小熊老师 她一个属于那水管工 她再高一下高不过白领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我这婆婆就傻了吧唧 18岁就把29岁的 给骗到了 然后呢 我公公就把这个 她当成她自己的本事来宣扬 她不是说 她考虑到就是二战之后 男少女多啊 她不是考虑到这个婆婆 她是年少无知啊 她也不是考虑这个婆婆 缺爹缺爱啊 她没有这种辨别 就是说 就是挑选男人的能力 她没有挑选能力 就是谁找她 她都会 谁来那个 聊拨她 她都会介绍的 她就 她就孤独到 就孤独感了 逼迫她 再加上男 男的太少 女的太多 好像是 几乎啊 当时啊 就是被斩尽杀绝了男的 就是适龄的 年轻男性啊 就基本上就被杀光了那种 然后我公公呢 是因为他们家 那儿子太多 四个儿子 两个儿子被送进战场 就当了炮灰 这样的 就这样的比例 她是因为年轻 她没到那个参军的年龄 她是这样的狗活下来的 然后呢 这个我公公当成自己本事来吹 不要以为是外国的男人 就怎么怎么怎么样 外国的男人也一定要是男权 也不要觉得外国的女权就有多高 外国的女权一样是很低的 女性地位一样是很低 然后女性一样是很无知的 就像我婆婆这样的 你多傻 你多无知 你说你找一个二手坡 就是这话扯远了啊 我再给大家那个 话归这个言归正传 就是因为啊 这个男人呢 需要用这个女人的子宫进行繁衍 这就导致性别压迫比其他的压迫更加难以消除 如果女性数量真的稀少到一定程度 男人就可以把这个女人圈养起来 强迫女性繁殖 甚至像某些左男幻想那样啊 让女人从私人附属品 变成全体男性的公共用品 这有可能的 在某个体制内啊 哪个体制我就不说了啊 大家自己去想 哪个体制 是可以让你丧失人权的 可以让你能丧失 你连自己用自己的阴道和子宫的权力都没有 你没办法主宰 你得交出去 交给某个组织来共享 共享经济 然后还有的女网友说啊 女孩子只是在陪胎时期被剁掉 在婴儿时期被杀死诅咒啊 在这个幼年时期被打压 被忽视 被轻视 在成年时啊 被吸血罢了 但是男孩啊 可是在成年时期找不到老婆呢 啊 而且呢 最终很有可能啊 拐卖一个无辜的女孩回来 啊 女性啊 生癌就有一条更加容易的路 但是这条路啊 是向下的路 啊 这就是你觉得这个重男情侣对女性的好处吗 嗯 因为在你眼里沿的那条轻松的路啊 就是重男情侣带来的 啊 也就是说 女人可以选择在婚恋市场上 这个哄抬物价啊 这仍然这个 这个男性的逻辑啊 仍然是选择更好的伴侣啊 成为家庭主妇 前妻两五就是女性最好 最轻松的啊 人生选择 但并不是每个女性都这么想啊 因为重男情侣啊 就意味着职场排挤 你就意味着你在这个社会 你在这个没有政治地位 你没有话语权 你没有制溢价权 你也没有立法权啊 你没有定价权 男性可以任意的修改法律 制定立男损女的法律 然后你就没有参与立法的权利 你没有办法博弛它 你没有办法啊 去推翻这条立法 那你就只能说 按照他的这个制定的法律 你来尊崇 你来服从 你来屈服 那还有什么权利呢